印度居然使用人民币进行了国际贸易结算 我们知道印度一直对标我国 一向倡导的是中国行我也行 然而 这一次三哥却有着极为罕见的举动 在与俄罗斯进行大宗商品贸易时 使用人民币结算 而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可知 这还是一单价值为1.72亿人民币的大单 极为好笑的是 听到这一消息后 一名新加坡外汇交易员感慨 在他25年的职业生涯中 能够看到印度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 还真是头一遭 不过纵观当前时局 印度方面决定使用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 着实是明智之举 一方面 印度发电厂的煤炭储量极低 正处在能源危机的三哥 必须积极购买这些进口产品 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 俄罗斯这种能源大国无疑是最好的交易对象 另一方面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之后 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唯独中国经济还是在保持稳定的增长 虽然美元可以自由兑换成各国货币 但是如今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美方一贯套路 美元势必会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载体 当然了 对于印度主动使用人民币结算大量进口能源 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三哥最主要的考虑还是要避免使用 美元规避西方对俄制裁 换句话来说 并不是印度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而是因为实在是没有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说 一方面 印度想要构建卢布 卢比的结算体系 但是这一体系到现在都没有正式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 莫迪政府对俄方提出的这个卢比 卢布兑换机制 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 印度方面认为只是重启并不麻烦 但是就目前而言 卢布的汇率不稳定 并且 印度如此堵西方的嘴 无疑于是在告诉俄罗斯 印度是因为有利可图 印度未来会向俄罗斯要好处 所以 俄罗斯方面到现在 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 如此一来 至少这一阶段的对俄贸易中 印度方面还不能使用自家的货币 另一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速推进 就当前来说 已经有包括越南 蒙古 老挝 尼泊尔 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朝鲜 泰国 哈萨克斯坦 韩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巴根廷 土耳其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伊朗 阿尔吉利亚 新加坡 德国 沙特等国开始用人民币结算了 咱们可以看到的是 人民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尤其是伊朗与咱们签订25年战略合同 使得人民币直接与石油挂钩后 人民币就成了国际货币的有利竞争者 当然更重要的是 美国率领盟友将俄罗斯 踢出Sweet结算系统后 任何国家想要同俄方进行国际贸易 都不能使用美元 欧元 而俄罗斯方面在遭遇西方制裁后 就直接将人民币变成了俄能源企业的固定支付选项 如此一来 俄罗斯 沙特这些能源出口大国都有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向 那人民币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很多国家心目中 最理想的结算货币 所以综合这两个原因来看 印度想要从俄罗斯手中购买大量的能源 自然而然也就只能用人民币结算了 毕竟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并不与美元差多少 顺便一提 美国政府用所谓的美元霸权充当武器 不断将自身通货膨胀的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 这已经是世界各国达成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 有数据表明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 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20倍 但是 美国向全球提供的美元却多了近30位 由此看来 其他国家使用美元只会被美国剪羊毛 而这个时候 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说一美国折腾这么多年 最后却让美元的信用越来越低 甚至是让美元近期在购买能源这一块上直接出局 实在是自费武功 不过话又说回来 甭管美国是用飞机大炮 剥削其他国家 还是用美元霸权掠夺各国的利益 美国都不会希望有货币取代美元 所以呢 美国之后的干涉和挑拨离间一样都不会少 但不管怎样 一向对中国不服气的印度都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 这绝对是咱们冲破美元霸权的一个好兆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几没事